火燭啊 三藩市華埠 斯達頓街有單位發生火警 沒有人受傷 早上10點左右 三藩市華埠 855號斯達頓街 一棟單元發生火警 整棟遠東商場及附近的商業 被農煙籠罩 物業業主李兆祥先生 向本台描述當時的情況 只是旁邊有少少煙走出來 怎知道越來越多 一走到 附近有商戶表示 大約10點半左右 消防員接報趕到現場 封鎖華盛頓街 及旗里街路段 現場並沒有火花 只是大片濃煙 從地下的消防山不斷無出 消防員在11點左右表示 火警現場沒有人受傷 目前關於起火的具體原因 尚未清楚